MUSCA BONN 線上的家人朋友們平安 我是夢幻廚房在我家的VIVIAN 提拉米蘇是我最愛的甜點之一 要製作提拉米蘇 需要一個很重要的材料 MAZCAPON 翻譯成馬斯卡彭起司 這是一款軟質起司 味道非常的香濃 但是一般普通的超市像全聯是買不到的 需要到大型一点的超市或是辆饭店 今天要分享大家 在家用两种非常方便取得的材料 轻松做出Mascarbon 这样随时都可以做出提拉米苏 来准备所有材料的部分 刚才说过材料真的非常简单 两三行就可以搞定 详细文字食谱的连结可以点开资讯栏 首先先来挤柠檬汁 尽量选薄皮一点的 然后揉一揉 再来挤汁会挤出非常多汁 柠檬品种很多 就算用黄皮的柠檬也可以 接着准备鲜奶油 这个是我自制的鲜奶油 有兴趣自制鲜奶油的举手 当然买市售现成的鲜奶油也可以 就直接把柠檬汁加入鲜奶油当中 搅拌搅拌就立马变成这样的质地了 很厉害吧 虽然有一种做法是要加热鲜奶油的 但制作后的成品我发现一模一样 那当然用这个方法更快速咯 也就是不需加热鲜奶油 直接拌入柠檬汁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找一个细一点的纱布滤网 其实这是一个棉布袋 就直接倒入刚刚质地变稠的鲜奶油 我们要沥出多余的水分 这个步骤大概是这个食谱最难的部分了 就是要有点耐心哦 把这个乳清给沥出来 其实就是把任务交给时间咯 找一个长一点的容器或是杯子 用一根筷子把棉布袋给吊起来 这个乳清就会慢慢的释出 这个释出乳清的动作 我建议至少要放冰箱12个小时 如果时间允许 甚至可以放置24个小时 让水分彻底的释出 这样制作提拉米苏内馅的时候呢 才不会过度湿软 我自己是彻底的静置了24个小时在冰箱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下方就是乳清的部分 这个乳清很营养哦 加上一点气泡水或者是蜂蜜 甚至加点优格搅拌搅拌就是优落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做好的Mascarbon cheese 看起来非常成功而且柔软好吃 其实单单涂抹面包 加点果酱就已经超级香浓好吃了 可以看一下这个质地哦 非常的滑顺 几乎是没有什么颗粒状的哦 然后这个尝起来呢是非常香浓的 带着极其微量的酸味 还有柠檬淡淡的清香 用来制作提拉米苏哦 我觉得效果跟市售的完全相同 如果鲜奶油的品质好 比如用蓝风车 伊斯尼这样等级的鲜奶油 甚至比市售现成的Mascarbon味道更好哦 所以强烈建议大家自己做Mascarbon 相信你绝对不会失望 真的滑顺浓郁又香醇 超好吃 这个单吃都不觉得腻很像在吃冰淇淋 特地给大家看一下市售的Mascarbon质地 你看看这个颜色几乎是一模一样 然后我们来瞧瞧看它的质地跟柔软度 滑顺柔软的质地也是一模一样 当然如果你可以轻松买到又嫌自制麻烦的话 毫不考虑就买市售现成的没问题 但如果想做时家中只有鲜奶油的话 强烈推荐自制Mascarbon 之后会再分享用自制的Mascarbon 来做好吃的提拉米苏哦 Thing I might be over my troubles Since you can't keep around Something struck me Oh lately I've been caught up in my mind Oh it's not hard to see 这个就是今天的食谱分享咯 如果喜欢别忘了按赞留言加分享 最新的食谱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更多的生活分享毫无推荐 欢迎加入我的IG跟APPB 还有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咯 Yes我爱你我也爱你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e No matter how I try You cured my aching heart When you came, came around I saw million signs I must be worried by now There's a reason why I think I might be over my troubles Yeah They've been there for so long now Suddenly I think of tomorrow Yeah Since you came, came around I feel like the only one I found out the reason I think i'll show you OOOOO H